《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》 《江南的清朝大臣》开始主张,一方面向西方购买洋枪洋炮,另一方面仿制西洋武器,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,诗以长计以致仪,但是要想仿制西方的尖传利炮也并非那么容易,因为必须得先了解建造尖传利炮的原理,然后才能仿制,因此社管翻译西方书籍仪式势在必行。 正如李鸿章所说,该翻译仪式,系制造之根本,洋人智气出于算学,其中傲美,皆有图书可群,特意彼此文艺判得不同,不虽日习其器,就不明夫用际于智气之所以然。 1868年在清政府的支持下,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,在上海正式成立,馆内设有印书处和藏书处,印书处的工作人员最多是有30余人,主要负责看板、印刷、装印等式。 而藏书处主要负责收集西方的格制制书,这也是当时中国收藏西方格制制书最多的地方。 翻译馆的翻译方式,主要采用由外国人口译、中国人笔译的方式,这也是当时比较通用的翻译方式。 因为在清末外国人不通中文,而中国人也不通外文,所以只能采取这样一种两相结合的翻译方法。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,当时聚集了一批中西方杰出的学者,据史料记载,先后共有59人参与到翻译馆的艺术工作。 其中中国学者50人,外国学者9人,代表性的人物有徐寿、华恒芳、李善兰、富兰雅、韦利亚裔等等。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艺术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,江南制造总局艺术提要,中共收录了160种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的书籍, 这些翻译著作盘盖史制、传证、工艺、化学、医学、政治、工程、兵制、农学等各个方面,代表性的翻译作品有谈天、地学显示以及左制除研,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, 在翻译馆开办的前11年内,就销售书籍达3万多部,共计8万多本,这些书籍的翻译,出版虽然未能直接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, 但是也传播了很多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,同时也推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, 参考人线,汪玉光,徐燕主编,中国阅读大词典陈昌文编,都市化进城中的上海出版页梁丽民著, 谭四同传赖陈著,新光从书戊区变法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谭四同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